辗转数百公里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包罗万象 深不可测的牛角洞 相传洞内有银庄素果的山川河流 有可融下高楼大厦的巨型洞厅 有直可匍匐前进的扁侠洞道 有心河璀璨的奇美景致 接下来右边加号点一点 跟着我的镜头 带你享受这震撼心灵的视觉盛宴 毕竟追踪探索极限 大家好 我是户外小北 今天我们探索一个非常神秘的洞穴 牛角洞 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峡谷 最里面 相传里面躲过土匪 不知道里面是否会有保障 挂不多说 干它 为什么叫牛角洞 老人跟我讲 他说以前有放牛的人 把牛放到这个峡谷当中 最后就在那个洞口 找到了一只 被什么动物咬掉过的一只牛角 就那只牛都被吃了 所以他们怀疑这个洞里面有猛兽 然后就叫这个洞为牛角洞 这个上去还挺远的 可能要爬半个钟头 幸亏我们的开路先送 它是伸手脚的 继续出发 因为这里海拔较低 所以这个山林当中 它那个植被比较茂盛 这也为我们的这个前进之力 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好在我们几个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然后户外经验比较足 所以依然是能够从容应对 我们到了 哇 这里就是 哇塞 感觉很凉快 好凉快 感觉没穿羽绒服 最大的失误 这也太大了吧 这门口的那个钟女树 是瑟瑟发抖 我想它也动得是受不了 这上面有掉下来的树枝 扎到这个地上 这也是新鲜的 很危险 我们赶紧进洞 这时候哈树的气 已经成了白色的木状了 就说明这里 温差是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洞口 有一个接近200平的这样一个巨型的平地 那么这个平地 可能就是当时老人说的那个放牛的牧场 这时候我们就成功的是抵达了这个洞口内部 整个洞枪非常的宽阔 这里上下可能有接近三四十米 然后左右大概是个二三十米 洞枪非常的大 然后是寒气逼人了 我们看一下洞内究竟有什么样的猛兽 有蛇啊 天呐 刚进洞口就碰到了一条大蛇 这是什么蛇 又是一条大菜花 大菜花蛇 蛇蛇蛇 已经进到洞口 大概二三十米的距离了 有很多这个外面的废材呀 被这个水带到了洞道深处 不知道前面又是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咱们继续前进 哇塞 在前面是屏洞道了 快来快来 哇 哇 哈哈 哎呦 看这里有好大 哇 这可能有接近百米的高度了 洞道是从左边 这里往里面延伸的 哇 天呐 这个空间也太大了吧 你们能想象吗 这么大的空间 这个上面原先是淹过水的 这有这个淹水的痕迹有沉积土 哇塞 这边还有人为的痕迹 说这里面躲过土匪呀 这有可能就是土匪搞的一个灶台在这里 这不是销坑咯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灶台 咱们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 你看这个淹过水 这边有水的沉积土 看这个洞穴瀑布 看这个洞穴瀑布 我的天呐 这接近二三十米高的洞穴瀑布 然后这一个洞道是往下去的 往下去是这种河道 不好走 这边还有一个洞道是往那边去的 然后这边一个洞道了 它是干洞道 我们先走干洞道吧 干洞道走起来的还要舒服一点 它因为是泥土 然后你走的话 它有一个缓冲的感觉 这里是死洞道 那看来还是要从这边 从这边 这个洞道太宽了 这边好像是有一个便道 在这个洞壁旁边 这边有一个便道 哇塞 快来快来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狗洞子 我必须钻进去看一下 哇塞 快来快来 电动 都变色 哇 里面还有这么大的洞天 哇塞 别有洞天 你看看这里 好像有个二层 对 有二层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泳道 往里面去的 看我这一米八截的大哥 现在就要进入这个非常狭窄的泳道 只为探寻里面的风景 可以看 幸亏我有那个祖传的那个什么 锁谷 看到没有 这就是缩骨工的面片 哇塞 好夸闹 这里面 这里更窄 里面还有多声 小心背 这是狗爬射 又是一个狗洞 那继续转口 那还说摩铃呢 好 这边是走一区鸟的动道 里面转不过来 哈哈哈哈 我要这样 人自倒车 你可以往前走一走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这个什么样的装紧呢 这里面非常的下载了 只有10公分了 什么收骨工都没有 好 我继续你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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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看过最憋气的动道吧 对 小心背 好 继续探索主东道 主东道就是这个 沿着这个岸河一直往下 咱们继续出发 或者是有洞穴深坑 要么就是里面会有很深很深的洞道 看这个水啊 看这个水都吹了 吹了在洞 天呐 好大的风啊 天呐 这里风太大了 看 看 看这个风啊 狐狐的吹啊 我天呐 咱们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 它因为那里洞的直径变得很小 它的压缩比就更大 所以呢就感觉风量特别的大 这里面已经能看到这些 岸河深坛了 咱们继续前进 有洞道吗 又是个狗洞子 好吧 小洞道 有漂亮的风景啊 都是这种 好吧 看一下 哇 里面是这种气泡型的 钦石岩层 出来我们所主动的 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哇塞 这边有很大一个空间 天呐 这里分成了 好像几个洞道吧 天呐 哇 看这个石头上面 有荧光 哇 这个石头上面会发光 天呐 这是怎么回事 哇 天呐 这好大的空间啊 这个 没想到的没想到 你看 这里有一个 消灯 没想到这个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别猜错啊 这个洞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瀑布 所以才会形成那么大的风啊 看这 我要不说这次在洞里 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们在树溪 这个泥巴上面做一个记号 这是我们返回的路啊 注意箭头不要打反了 这个箭头就是指着出去的方向 我们现在往这边去 好 继续出发 这里有传说中的洞穴阁楼 看到没有 很漂亮的风景 有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荣幸 感觉能把这么美的风景分享给大家 真的特别开心啊 太好看了 这个水特别的干净 特别的清澈 来给你来一点 哇塞 这个是发石吗 哇塞 这也太好看了吧 看这个洞壁上面 就像罗马的古城池 咱们看这个地上 它是泛着有白色 就像下雪过后的田野 这就是消雅城 这边又要登山了 洞中有河 有山 洞腔特别的宽阔 这洞里面的山山水水 全部都是银庄树果 特别的好看 这里又要登山了 在这个山的下面呢 是有一部泉沿 洞穴暗壳 从这里 吞涌而出 那边洞顶又是星河密布 好这里已经没有暗河的影子了 咱们继续上山 去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样的风景 站在这里仿佛自身于浩瀚的银河系 斑斓的星光装饰了洞顶 这种风景还是非常少见的 这里有很大一个裂缝 刚刚进来比较狭窄 进来了之后呢 又是很宽的一个洞道 然后这在很久之前呢 这里是被水淹过的 但是可能近百年的时间 这里是干洞道 可以看到这个削 削土层啊 已经全部泛出来了 很窄吗 好近吗 看一下 这里洞道右边的非常的窄 我们继续看 里面是什么样的风景 什么情况 里面 是洞道里面的 是洞道吗 好 那我们原路返回 去那个右边那个洞道再看 刚才我查看了一下 这个洞道到这里就结束了 里面地下暗河是从这个山体 往里面去的 但是人是通不过去 由于时长的原因 这集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已经探明了这个 牛角洞 左边的吕山 有星河密布的这个洞道 好了 那我们下集视频呢 就探索 牛角洞 右边的那个巨大裂缝 和深不见底的深坑 我们带了专业的装备 下期视频 我们去那个深坑里面 一探究竟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户外了 别忘了点点关注 密境追踪 探索极限 请锁定户外小北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